这个男主简直太幸福了 捡了个天使回家 天使不光能给他爱 并且能满足他的一切心愿 比机器猫还全能 在那之前 男主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宅男 天天做春梦 是什么场景让这个妹子直接羞红了 原来男主不光做春梦还挪睡 纯情的楚源反应过来 立马给了男主一耳光 男主都被打傻了 收拾完后一同去学校 俩人是青梅竹马 日常几乎都是一起 但男主不知道的是 楚源其实爱恋他 连上课也会悄悄关注他 而男主是个死直男 每天就是做春梦 上课上着上着 又去梦里和妹妹约会了 这次梦里出现了的是一个蓝发妹 嘴里嘟囔着什么 男主还没反应过来 蓝发妹就飞走了 可能是梦境太过真实男主 代入感太强 醒来后情绪依然很低落 楚源听说后 立马决定帮他解决这个烦门 画面一转 这个男人正在眺望远方 他正准备滑翔 而地点却是学校楼顶 楼下一群妹子正期待 最终学长从楼顶一跃而下 并将那个奇怪的梦告诉了他 经过一番牛逼的推理 学长认为 男主梦境的真相 肯定跟盘旋在地球上方的黑洞有关 根据他的推算 黑洞会在今晚路过他们城市 于是 三人决定晚上十二点相约在樱花树下 一起探索黑洞的秘密 然而到了晚上 真正赴约的只有男主一个人 楚源因为家长不允许他晚出 学长则是被青梅五花大绑带走了 气不打一处来的男主正准备回去 怎料下秒 黑洞就停在了他上方 紧接着 星光以极快的速度砸在男主面前 待灰尘散尽后 男主发现 竟然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妹子 不一会 又有许多柱子从黑洞掉落 怕麻烦的男主本想直接开溜 可内心的责任感 还是让他停下了脚步 立马折返回去 将妹子扛在肩上 想要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然而刚爬出大坑 一个柱子就直直朝他袭来 千军一发之际 醒来的妹子及时张开了翅膀 辣妹子是一个人造天使 名为伊卡洛斯 是为了让主人高兴而制作出来的产品 对他而言 只要是主人的命令 不管是什么 他都会无条件服从 而男主因为一场意外 不仅激活伊卡洛斯 还成为了其主人 当伊卡洛斯问男主 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男主随口说了句钱 只见伊卡洛斯拿出一张神器卡片 伴随一道光芒闪过 卡片就变成了一个 类似计算器的玩意 伊卡洛斯只是在上面输入了 一串下秒一千亿的现金 就从天而降 狠狠砸在男主身上 伊卡洛斯解释道 这张卡片可以根据主人的愿望 变成相关的道 据闻听此言 男主瞬间有了个绅士想法 画面一转 两人就来到青梅楚源的房间 此时楚源正在为内衣太小而哭 殊不知危险正悄然靠近 凭借隐身功能的道具 男主轻而易举来到楚源身后 随即伸出了魔掌 享受了一番龙抓手后 男主又让伊卡洛斯 变出时间暂停道具 瞬间将整个世界定做 自己则是脱光衣服在校园乱逛 干了一些不可描述的时候 时间也不知不觉来到晚上 男主盯着伊卡洛斯的身体 尝试性说了句脱光 不曾想象 秒伊卡洛斯就脱起了衣服 见状男主连忙让他停止 可命令一旦下达将不能终 这把男主整得叫一个痛不欲生 短短一天时间 男主想做的事就差不多做完了 要问起还有什么愿望 可能就是征服世界 此时男主还不知道 就是这么随口一说 将会改变全人类的命运 一日一早楚源来到男主门前 他很在意男主昨天为什么不来上课 然而等男主打开门 映入眼帘的只有楚源的衣物 就在男主一脸猛食 身后的伊卡洛斯说道 他刚才启动了征服世界的程序 显然 昨晚男主随口说的玩笑话 被他当真了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能认同男主为王的人类并不存在 因此程序判断应该清除所有人类 而事实也和伊卡洛斯所说 道路上不见一个人已 只有遍地的衣物 接着男主不死心地来到学校 可看到的依旧只有衣物 虽然很不敢相信 但世上确实只有男主一个人累了 明白征服世界只是男主玩笑话后 伊卡洛斯对自己的自作主张很抱歉 表示如果男主同意的话 他将会自我销毁 此来赎罪 文艳 戏头上的男主同意两个字脱口 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 男主恳请伊卡洛斯不要留他一个人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他根本没做错什么 在男主再三恳求下 伊卡洛斯第一次终止了命令 此刻男主多希望一切只是个噩梦 故事的最后 男主又梦见了那个蓝发女孩 梦境中女孩让他好好对待伊卡洛斯 绝对不要放手 等男主再次睁开眼 时间就回到了草上 一切都恢复了原状 谢天庆园 如往常一样来叫男主起床 可却看到容易引人误会的一幕 下一秒 座被暴打一顿后 男主也是把遇见伊卡洛斯的过程 全说了出来 然而吃醋的楚源根本不信他的鬼话 就这样男主一路追到学校 不料伊卡洛斯也跟了过来 为了不引人注目 男主找到了博学的学长 商量对策 最终敲定的方案 则是让伊卡洛斯先和男主同居 以后慢慢观察 由于还要上学 男主便让伊卡洛斯回去看家 不过在临走前 伊卡洛斯还是贴心留下了一张旧事 卡片可以用来实现男主的任望 不过由于上次差点害群人类消失 男主并不敢乱用卡片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来 中午休息时 楚源不小心摔倒在地 看到小狗图案的胖子 男主不禁若有所思 认为楚源应该穿点不同胖子 可刚想到这楚源的胖子 就飞在了空中 一时间众人惊呼不已 同时男主的卡片 也发出了耀眼金光 显然是卡片发动的能力 狠狠教训完男主 当务之急 就是先换上一条胖子 毕竟真空实在有点凉凉 于是二人借用了学长的研究室 然而诡异的是 胖子刚套到膝盖处 就不受控制地飞了出去 之后众人又拿来了 运动裤短裤都当不 可最后 无一例外都穿不上去 就在楚源即将暴走前 学长突然提出了一个想法 既然卡片能满足男主 无意识的愿望 那只要向卡片许个愿 说不定就能解除之前的愿望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两秒半后 卡片居然变成一副手铐 救人心切的男主 第一时间 就把手铐戴在楚源手上 认为这样 就能将胖子危机解除 可一番操作下来 不仅没解决问题 还迎来了新的麻烦 由于楚源双手被烤 一旦风有些喧嚣 那他将会直接走光 好在关键时刻 伊卡洛斯及时赶到 他在家里 察觉到男主似乎遇上了麻烦 此时男主看见他 就像见到就是主 意识激动的语无伦次 嘴里不断重复着胖子 能力下 很快大量胖子 凭空出现在男主上方 接着如雨点般落在男主身上 见状男主急忙表示他误 不料话音刚落 所有胖子就飞出了房间 望着远去的胖子 男主不禁陷入恍惚 可下秒就被拳头拉回现实 这时伊卡洛斯解释道 就是卡片是强制实现主人愿望 简而言之 就是因为储元穿上的胖子不合男主胃口 所以现在只要穿上符合男主胃口 胖刺就可以 于是众人决定兵分两路 伊卡洛斯和会长去购买各种胖刺 男主和学长则负责把储元安全送回家 路上他们遇见一个大水坑 为了防止水面反射某个地方 男主直接跳进水坑 给储元当垫脚石 期间走光的危机不时出现 可男主每次都用身体成功化解 回到家后 伊卡洛斯已经整理好了几百条胖子 等候多时 照理说怎么也会有一条符合男主口味 接下来就是一条一条蛇 然而储元一直睡到晚上 也没有套上一条胖子 莫非男主的胃口是真空 现在只剩一条 和储元之前相同款式的小熊胖子 可奇怪的是 这次胖子居然乖乖套了上去 手铐也重新变回了卡片胖子 危机也终于告一段落 故事的最后 男主和储元隔空对话 不知不觉聊起了童年往事 那时两人正在学习空手道 可储元怎么也劈不开瓦片 为了激励储元 男主直接脱下了他的裤 看到了小狗图案的胖子 也就是从那时起 储元觉醒了空手道的天赋 同时 男主也对小狗图案产生了恐惧 这就是储元胖子飞走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这集的片尾曲特别好玩 观众老爷有机会一定要看原片 这个女仆真牛逼 只因男主说了句想吃鱼 她就以24马赫的速度 飞去了亚马逊 并抓了条500斤大鱼 可一旁的学长却感到不对劲 明明拥有远超市上任何武器的力量 伊卡洛斯却自称自己是娱乐型 天使 这天男主郑和储元在家做数学作业 然而尽管两人绞尽脑汁 还是连题目都看不懂 于是男主不禁打起了伊卡洛斯的主意 想要他拿出能快速写作业的道具 可储元极马 智者要是再惹出麻烦事就难办 可这样下去根本完成不了作业 最终二人一致决定找博学的学长帮助 然而在小镇找了一圈 也没发现标有学长名字的大门 就在这时学长的青梅会长出现 得知事情缘由后 他便带着两人来到学长家 牛逼面对困扰男主两人的难题 学长不仅表现得十分不屑 还质疑起出题的老师是不是弱智 可这样一来 男主岂不是弱智中的弱智 讲解到一半学长突然有了个大胆想法 然后把作业塞给了伊卡洛斯 毕竟只要是机器人 电子计算能力都应该很强 果不其来 伊卡洛斯只用两秒半就写完了 只不过答案全是主人两个字 男主当场就给跪了 是只能靠学长 完成作业后 众人便开始探讨 伊卡洛斯掉落的黑洞 为了确认黑洞是否还在上空 男主让伊卡洛斯飞上去看 但令人失望的是 天上并没什么特殊情况 学长为了测试伊卡洛斯的潜在能力 提议让他一个人去购买食材 然而刚来到市场 伊卡洛斯就被一个圆圆的玩意吸引 随即跪倒在地不停抚摸起来 好在西瓜并没太耽误时间 伊卡洛斯最后还是买起了所需的食材 就是肉买成的小昆仔 就在会长磨刀霍霍时 一道光芒以极快速度飞驰而来 瞬间掀起巨大浪花 定睛一看居然是伊卡洛斯 此时肩上还扛着一条几百斤大鱼 学长一眼看出这是亚马逊的项鱼 但问题是亚马逊离这里相隔半隔 伊卡洛斯展现的强大力量 让学长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 这种战略级的机器人 居然会是娱乐天使 于是当晚在伊卡洛斯遥望月亮时 学长单独找到了他 质问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又为什么接近男主 面对学长一连串的问题 伊卡洛斯一时陷入了迷茫 说起来他也不知道 自己应该怀着什么目的接近男主 知道是男主让他留在身边 可他最近所做的一切 似乎都只会让男主生气 这不禁让他开始思考 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待在男主身边 沉默片刻后 学长给了他一个新的答案 男主每天一打开窗子 就会有上千条胖子向他飞来 然而今天 男主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因为他中了一个诡异魔法 只要多看一眼胖子就会爆炸 昔日温馨的家 现在却变成了二战现场 更要命的是 哪怕蒙上眼睛走 碰到胖子也会发生爆炸 一切还要从男主的青梅楚人说起 为了制制男主的色批属性 他向伊卡洛斯借来了一张神奇卡片 给男主加了个胖子爆炸魔法 但男主显然不是吃别的主 立马骗他房间有个大虫子 趁楚源四处寻找时 将目光锁在了胖子上 真是牛逼到爆炸 整理完后 楚源便拉着伊卡洛斯一起外出逛街 不给男主一丝求救的机会 由于屋内挂满了胖子 男主没走两步半就会被炸一次 于是他决定翻窗逃生 不曾想自己也在院外摆满了胖子 结果又是一轮轰炸 本以为厕所会是安全地带 谁知马桶盖上 还有一个胖子组成的大便 接连不断的失败 让男主也失去了耐心 于是决定一咬牙冲出去 好巧不巧的是楚源刚好回来 男主直接撞了的大满罐 紧接着下一秒 等男主再次醒来 自己已经躺在了伊卡洛斯臀上 同时赶来的还有学长和会长 可就是不见楚源的身影 文言伊卡洛斯表示 他被炸飞到屋里去了 听完男主不禁自责起来 这时会长走了过来 随即一个响指 让手下送来装备 接着义正言辞地说道 这正是他弥补过错的时候 一番话把男主彻底洗脑 二话不说就穿好装备进入屋 学长见状有些疑惑 只要派男主以外的人去 胖子根本不会爆炸 屋内男主正在烟火中穿梭 可好不容易找到楚源 他却惊叫着跑开了 原来刚才的爆炸 让楚源的胖子彻底没了 现在完全是真空状态 但爆炸声太大 男主压根听不清 等男主赶到时 发现楚源已经来到他的房间 还看见了他收藏的几本小黄书 可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男主给这些玩意 设置了一个胖子 护神只见一阵光芒闪过 一个巨大机器人就凭空出现 错步及防下楚源被一把抓住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男主忍痛割爱 为了救楚源 他毅然决定和机器人战斗 故事的最后 男主家虽然变 为了废墟 索性两人都没什么大案 苏醒的楚源刚说出道谢话 男主就露出了本性 故男寡女被困慌倒 为了让生活更加热闹 羽孩主动提出造娃计划 随即将男主拉到自己身前 正当两人准备缠绵时 海面突然掀起巨大浪花 紧接着一只恐怖海关冒出 然后用触手一把将女孩抓住 似乎下秒就会发生少儿不移的画面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牛头人吗 故事紧接上集 由于男主不小心用胖子将家榨美 导致他和伊卡洛斯只得以天为备 与地为习 于是男主找到学长 想要在他家暂住一阵子 文言学长爽快同意了 只不过生命安全 他可不能保护 正当男主疑惑时 一只熊大突然出现在男主身后 要命的是 除了狗熊还有不少毒蛇 男主显然接受不了学长的居住环境 接下来他又找到青梅楚渊 可楚渊深知男主是个色品 如果放他进来 肯定会四处找他的内衣 被看穿的男主一时间也不好狡辩 这时会长出现了 得知事情缘由后 当即发出邀请 让众人来他家做客 要知道会长家可是正上首富 拥有超奢华的宅子 不仅如此 还有着无数女仆保镖 这样的生活 男主和楚渊光是想一下 就感觉幸福的不幸 殊不知 这个决定会让他们痛不欲生 很快一行人就来到会长家 并见到了其父亲 那模样妥妥一副黑到老大的样子 会长让众人不用害怕 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 就没关系 可话还没说完 伊卡洛斯就把手放在了会长父亲 头上 只因他头上的刀疤 实在像西瓜纹路 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会长父亲不仅没生气 还让众小弟赶紧热情招待 经过一夜升歌 众人也是吃饱喝足 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 男主意外闯进了会长一族专用的浴场 下秒就响起了解报 保镖们纷纷抄起家伙 全军出击 对着男主就是一阵扫射 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主 很快就被擒射 原来那个浴场有个传说 一旦有外族人闯入 本族天神就会降下天法 引来各种自然灾害 据说只有斩下闯入之人头颅 才能平息 会长和学长想阻止 却只是徒劳 楚渊也被一把甩开 眼看男主就要命丧当场 伊卡洛斯出手了 就在伊卡洛斯即将暴走前 男主制止了他 会长父亲 宁约从伊卡洛斯 身上赶到一股可怕力量 便表示不会再过多追究 不过 这个家显然是呆死下去 于是会常遍动用私人飞机 将他们全部送到了 隶属于他的无人岛 准备在这进行一次荒野求生 为了更快寻找生存所需物资 众人决定分头行动 让伊卡洛斯去海里抓金枪鱼后 男主便开始了个人探索 然而找了半天 不仅没一点收获 还被椰子蟹暴打了一顿 极度的饥饿感 让男主不禁 打起了蘑菇的蜘蛛 不曾想一口下去 差点见了眼望 等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到了晚上 男主没走几步 就发现了一些巨大脚印 紧接着蜘蛛的呼救声传来 跟着声音 男主很快找到了他 原来他摔进了一个大坑 蜘蛛表示 刚才不是传来 过得嘶吼声 逃跑途中 他不幸和学长二人走散 男主温柔地安慰着蜘蛛 表示躲到天亮 就去找学长二人 然而奇怪的是 两人连续找了几天 都没一点踪迹 摆的求救信号 也无人看到 并且每到晚上 怪物的嘶吼声 就会传来 不禁让人开心 学长两人 是否被怪物吃掉 时间不知不觉 过了一个月 男主两人 也逐渐适应了原始生活 并在这天 决定进行造娃计划 可突然出现的怪物 瞬间将一切打完 为了救回楚源 男主奋力 朝怪物身上砸去 接连不断地打击 打破了怪物外壳 所以耗费了很多时间 刚才的怪物外壳 只是黏附在身上的母 粒和海藻 接着男主 让伊卡洛斯 启动生命雷达 寻找学长等人的踪迹 原来这一切 都是会长父亲安排的 对男主闯入禁地的惩罚 怪物的嘶吼声 也只是录音 一个月下来 老头已经彻底原谅了男主 至于楚明 完全是被男主牵连的 讲到这 楚源便对男主 进行爱的编打 故事的最后 男主家重建成了原样 这是会长父亲 对伊卡洛斯 力量就是一切 牛逼这个男主是真幸福 不管在野外 还是家里 都能捡到天使 前不久才刚捡了的 粉毛妹子 不料只过了两天半 又有一个蓝发萝莉 主动送上门 并且还赖着不走 看着萝莉身上的翅膀 和项圈 男主觉得他 肯定是伊卡洛斯的熟人 可伊卡洛斯 却表示不认 时而最让男主头疼的是 这个萝莉 完全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哎呀妈难倒 当天学长一行人 找到男主 准备趁暑假去海边旅行一次 而会长以人多更热闹为由 便邀请萝莉一同前往 路上众人了解到 萝莉名为尼姆弗 虽然也是天使机器人 但和伊卡洛斯 却不是同一型号 不一会 一行人便换好泳装 来到海滩 学长有些担心 两人的翅膀会引人注目 但两人很快就用行动 打消了这个顾虑 伊卡洛斯的翅膀 是可辨识 可以收缩成迷你状态 而尼姆弗 则是能将翅膀透明化 随后众人玩起了沙滩排球 男主由于视线 被某个圆球吸引 故事就被尼姆弗狠狠抱口 玩耍结束后 男主用食物和尼姆弗 稍稍拉近了关系 原来尼姆弗来男主家的目的 其实是伊卡洛斯 与此同时 伊卡洛斯正在海底四处探索 为了防止伊卡洛斯 在做出容易引起混乱的举动 男主决定手把手交他犹豫 然而因为太过专心 却忘了和青梅楚源 划小船的约定 看到这幕的楚源 七步打一出来 不禁吃起了醋 随即独自一人划起了小船 明明他也不会游泳 却从来不见男主叫过他 然而就是这一愣神的功夫 楚源已经被浪潮冲出老远 糟糕的是 船桨也掉进了大海 随着天色逐渐变暗 众人才发现 楚源消失不见 等来到海边寻找其身影时 正巧撞见了楚源 掉入大海的瞬间 情急之下 男主立即跳入海中 可猛烈的浪花却大大限制 了他的速度 危急关头密母符及时出现 一把将男主拉出水面 然后迅速朝楚源那边飞去 终于在楚源溺水前 成功赶到 回到岸边后 时间也不知不觉来到黄昏 男主为自己的誓约 展开真诚道歉 并嘱咐他不会游泳前 千万不要一个人下海 看到男主这么在乎自己 楚源心中不禁留过一道暖流 但对于男主指教伊卡洛斯 游泳这件事 楚源始终耿耿于怀 要求在这里住上一晚 但学长正式发力了 他获得的大卫王冠军 就是住宿卷 进入梦乡后 男主又一次遇见蓝发女孩 女孩问他 醒来的天使怎么样 男主如是回道 还不错 可女孩却留下了一句 让他小心 男主从梦中惊醒 发现伊卡洛斯正守在面前 男主让他快回去睡觉 可伊卡洛斯却表示 自己并没有睡觉这一功能 之前在男主睡着时 他做的事 就是一直在男主身边等着 接着两人来到海边散步 虽然男主一直觉得 不睡觉很方便 可不知为何 他却突然感觉伊卡洛斯很可怜 正当男主准备回去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尼姆弗的声音 此时他正对几个男人为主 不过他们并不是坏 只是看见尼姆弗一个小孩 大晚上外出 放心不下 可尼姆弗却一口一个虫子叫着他们 显然男主不给个合理解释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一时间无比强大的力量 从伊卡洛斯体内喷涌而出 瞬间将周围大鼠岩石崩碎 关键时刻 男主及时叫停伊卡洛斯 恐怖的力量也在瞬间收回 男人们直接吓得拔腿就跑 再次目睹伊卡洛斯这种状态 男主心里那份不安越加强烈 他无论如何不敢相见 伊卡洛斯会是人形兵器 而这一切都被学长看在眼中 每时每刻呆在男主身 校生的身份混进学校 一句主人更是让男主成为全场交代 对此男主只好故作沉默 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 直到下课后 才将两人火急 火辽带到学长的秘密基地 男主本想直接将两人赶回去 可学长却表示让他们待在学校 习惯普通人的生活不是也挺好的吗 说不定这样就能让伊卡洛斯更像人类 而尼姆弗也可以学习 怎么与人相同 最终决定让两人留在学校 可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在学校里课时 两人竟直接扛来一头牛和大鱼 随后伊卡洛斯展现绝佳的厨艺 数学课上 尼姆弗则是以超强运算能力 降为打击了在场的所有人 课上的亮眼表现 再加上两人交好的面容 瞬间成为了学校无数男生的女神 以至于两人无论在校园那里 都有一大堆人跟着 由于众人声音太大 吵到尼姆弗看电视 他便出声让他们安静一点 不料反而激起了这群人的奇怪癖好 为了下午课程不再无聊 尼姆弗再次说是 伊卡洛斯用卡片篡改老师记忆 成为代课老师 上课 学长和会长也是抱着看热闹 不嫌是大 瞬间出现在这里 当问到这堂课教什么 伊卡洛斯则写下了飞上空中的半网 然后打开了窗子 现在就让某个同学自愿演示一下 而这名额无疑落到了男主头上 一时间众人纷纷呐喊男主名字 为他加油打气 学长更是拿来了自制的飞行装备 就这样鬼使神拆下 男主已经被彻底洗脑 毅然决然跳出了窗外 可牛顿定律显然不是这么好打破的 男主瞬间朝地面坠落 虽然差点摔成皮肤碎片 但男主并没责怪伊卡洛斯两人 而是让他们明天继续去学校 他能感觉到 两人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 第二天上学 伊卡洛斯两人的柜子被塞满了情书 尼姆弗斯刚想扔进垃圾 就被男主急忙制止 毕竟情书好歹是别人辛苦写下的 至少先读一读 对于情书上的内容 尼姆弗斯只觉得无聊透 而伊卡洛斯则是准备一封一封仔细阅读 虽然不理解什么是喜欢 可伊卡洛斯看到这些字句 心里就会有一种异样感觉 故事的最后 学长单独找到尼姆弗斯 随即说出了内心想法 他觉得尼姆弗斯肯定是有目的来到地球 而事实正如学长所想 尼姆弗斯之所以来者 是因为主人给他下达了代物 伊卡洛斯的命令 强的人形兵器 他随手意见就能射爆整个岛国 不仅如此 伊卡洛斯还拥有着绝对防御的变态能力 只是眨眼间便将电子天使打倒在 看着浑身脏土 尼姆弗斯勃然大力 当即发动最强招式 在伊卡洛斯绝对的实力下 尼姆弗斯的反击犹如刮痧 为了继续待在男主身边 尼姆弗斯不惜使出世间最强武器 竟说出匪夷所思的话 像这样尽情朝地面攻击 是不是让你很怀念 空中女王 尼姆弗斯就一脚狠狠踢在伊卡洛斯 不想要一次唤醒 伊卡洛斯曾经的记忆 原来尼姆弗斯是受主人之命 前来带回伊卡洛斯这个最强兵器 由于伊卡洛斯的记忆被程序封印着 不管尼姆弗斯怎么打击都没用 于是他准备用自己的黑客系 破坏掉伊卡洛斯的记忆保护程序 殊不知正是这一举动 差点将他送往地狱 失去的记忆飞快闪回伊卡洛斯 树城市也在他手中化为灰机 伊卡洛斯实在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真的是人形兵器 随即无力瘫倒在的眼泪 也在瞬间涌出 尼姆弗斯立马发现不对 自己只是破坏掉记忆保护程序 为什么会激活伊卡洛斯的思考程序 面对完全体的伊卡洛斯 尼姆弗斯根本没招架之力 几个回合下来便彻底白灭 不过伊卡洛斯并没将他消灭 而是念及旧情放他离开 望着自己造成的大规模破坏 伊卡洛斯完全不敢想象 如果把自己是战斗兵器 告诉男主会发生什么 另一边生存游戏也到了最后时刻 本以为圣者会在男主和处缘之中诞生 可一个长发大叔突然半路杀出 凭借精湛枪法瞬间将二人击败 拿下了千万大奖 故事的最后 男主发现了伊卡洛斯手上的伤痕 但并没过多追问 而是让他以后不要再做 会让自己受伤的事 目光瞪胆哦 当这首风浪响起 我便知道你的青春回来了 天学校即将迎来文化祭 所有人都在为其忙上忙下 就在男主一行人思考举办什么活动时 隔壁学校的人来找茬了 双方一见面 火药味瞬间弥漫在空中 对方在狠狠嘲讽男主 学校吐气后 嚣张表示 他们将会表演高雅的古典乐 随即转身潇洒离去 事到如今 要是不想的法子出口恶气 众人恐怕寝食难安 对此 会长提了的建议 既然对方搞音乐 那他们就用更好的音乐会 给予回击 然而想象总是美好的 男主本以为自己音乐天赋算差 不曾想其他人更不靠谱 完全陷入了自嗨 但现在也只有一点一点练 不过好在他们队伍中 还有尼姆福 身为电子天使 这些机械乐器 简直不要太精通 一时间 众人都夸赞起尼姆福 看到男主 拉起尼姆福的小手 伊卡洛斯心里 有种说不出的羡慕 有了尼姆福的指点 众人也算是踏上了正轨 演奏水平逐渐上升 可伊卡洛斯的手骨 却始终不得要脸 见状楚源提议 他可以先试试其他部分 说不定能找到灵感 殊不知 正是这一句 让伊卡洛斯瞬间变成了王牌 很快时间就到了文化季当天 台下 观众纷纷为自己支持的一方 呐喊助威 首先出场的 就是对方古典乐演奏 结果不出意外 收获了大众好评 但他们现在笑得有多开心 董慧脸就有多痛 当伊卡洛斯 接过男主手中的话筒 一代神曲便就此诞生 随着伊卡洛斯演唱结束 观众在短暂震惊后 掌声欢呼声 瞬间淹没整个会场 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 故事的最后 男主一行人开启了庆功宴 学长很好奇 爱玩的男主怎么不去 参加文化季的后夜活动 文言男主有些失望 据说文化季后夜 只能请女牵着手才能进场 结果话语刚落 三女就争了起来 见此情景 楚源和尼姆福对视了一眼 决定把这个机会 让给伊卡洛斯 就算是当作这次音乐会的奖励 来到现场后 幸福感瞬间充满了伊卡洛斯内心 可很快他就开始担忧起来 如果男主知道他是战斗兵器 这份幸福是否能一直持续下去呢 这个男主真牛逼 为了探索女澡堂的秘密 竟主动变成女儿身 之后更是凭借对男生的了解 一举成为班上 最受欢迎的二次元女生 引得无数男同学放心狂跳 这天放学路上 男主提议去澡堂放松一下 可会长一下就看穿了男主的小心思 肯定是想趁机偷窥 最后不仅澡堂没去城 楚源还把所有超能力卡片没收了 眼看自己美梦即将破碎 男主只好找到高智商学长 想请学长出山助自己一臂之力 学长一开始是拒绝的 可在听到男主说 女澡堂是新大路火 他内心瞬间出现了动摇 说服的学长立即想到办法 拿出了自己之前 向伊卡洛斯借来研究的卡片 学长认为要想完美探索女澡堂 最好的办法就是变为女人 说着便用卡片 变出了一个性别转换机 就这样在两人狼狈为奸下 男主顺利变为了可爱女生 为了更像女生 男主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不仅研究其胖刺和眼罩的种类 还读起了女性杂志 男主经过两天半的刻苦休息 其行为举止甚至比女生还女生 就连班上的女同学 都是自愧不如 都感觉从男主身上 学到不少东西 体育课时 男主也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女更衣室 狠狠保了拨眼福 当然 这一切都跟学长这个教练 脱不开关系 最后学长宣布 男主正式从如何成为女生毕业 于是当天放学路上 男主便提出 想跟会长等人一起去澡堂 并凭借高超的演技 成功得到众人信任 画面一转来到澡堂 一道道亮眼的风景线 差点闪下我的狗眼 而学长也不甘示弱 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制高点 俯视着全局 在一览中山小后 男主就把魔爪伸向了会场 随着男主状态迅速上升 操控机器的伊卡洛斯发现了不对 如果再这样一直兴奋下去 男主很可能会变回原形 可此时的男主早已陷入了癫狂 澡堂的所有女生 都没逃过男主的龙爪手 虽然机器最后超负荷运载 让男主显出真身 让男主遭到一顿毒打 可收获的确实血赚不亏 另一边学长虽然及时撤退 但还是被会长 顺头摸瓜揪了出来 牛逼